嗨 大家好 今天 看看 火車站 沒錯 我們第三集就是要 從永靖搭火車 應該大家都不知道永靖有火車站吧 對 那但是我有聽過一個傳說 就聽說 永靖火車站搭車的都不是永靖 沒有什麼這件事 那我們有沒有人可以去採訪來 驗證一下這件事情呢 好像有點 恐慌 人都跑走 我懷疑這個無人車站的意思是 沒有人搭車的車站 對 大家可能會發現今天我旁邊站了一位 可愛的小夥伴 沒錯 他就是我們 共好協會一直在幕後幫我們寫腳本跟企畫的同事 我叫佩如 佩如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佩如 對 然後因為呢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幕後很重要的人 但他就是堅持不是很想入鏡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 他在旁邊當背後人 永靖火車站的話就是一個無人的車站 所以我們因為想要推廣無人車站的話 他安排了永靖火車站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要推廣無人車站 因為我們去的地方的話也是無人車站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去的源泉車站 都剛好是彩化為二的無人車站 沒有 我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齁 對於永靖這個地方來講 可能 講真的 你說三合院啊 還是這些苗木啊 要吸引國內的人 可能有點勉強 可是假設以後 有國外觀光客想要來永靖 我覺得搭火車應該是最好的方式 對 因為火車就是最棒的大眾運動 每一個人去到一個國家 通常都會搭火車 好不好 所以希望可以把這個地方 介紹給大家 對 但是我有聽過一個傳說 就聽說 永靖火車站搭車的都不是永靖 有什麼這件事 我是永靖火車站 但是我其實來永靖火車站搭車 為什麼 他不靠近永靖中心 對 所以其實這邊是靠近圓領跟社頭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圓領跟社頭的人 來搭車的 哦 所以這邊的人都不是永靖人 那我們有沒有人可以去採訪來 驗證一下這件事情呢 他有點 口令 人都保重 我懷疑這個無人車站的意思是 沒有人搭車的車站 對 現在在拍一集節目 是要來講一下 永靖的火車站搭車的人都不是永靖人 所以想要驗證看看你是不是永靖人 我們是永靖人 永靖人你們是住哪一個村的 永靖村 永靖村 那你們要搭火車去哪 我們去台中 去台中 所以一般你們都會搭火車去其他的城市 我啦 因為我是 學生 畢業了 畢業了 那媽媽今天是 是媽媽嗎 是媽媽 陪我去台中 陪你去台中 想問一下你是永靖人嗎 所以你現在要搭火車去哪邊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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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很多通勤的都是上班族 搭車的 蠻多的 蠻多的 所以你這樣搭車已經搭多久了 大概三年 三年多 所以是方便族 好 OK 所以表示其實永靖火車站 雖然它沒有什麼光光價值 但是它對於一些要從這個地方去到市區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 28分鐘就要來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趕快先刷個卡 我們現在第一站要去哪邊 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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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水應該打得太多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是抓卡 GO 上面有些什麼 這個應該是哪個年代的功能 不過又不懂 鐵斷 對啊 應該是780年代的時候 對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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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要吃 蛤 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學做這個燒餅 是50年了 大學什麼課會叫做燒餅 沒有沒有 我同學一個是山東人 一個是山東人 對 要替他家裡 他會先教 其實這麼誇張 像 這裡是五圈 咖啡 有 我有 沒有 你在那裡 跟你 在中文化的文化 这边就是圆泉车站 如你所见 有这样的五人车站的感觉 跟脚转眼镜差不多 其实这泳镜规模稍微大一点 其实这边就跟我们泳镜有大关系 没有圆泉就没有泳镜的开启 就是这样 好不好 那我们就出发 去圆泉故事物 走走走 圆泉我刚看了一下是 真的是个小地方 算是吗 曾经也是曾经是繁荣的 还说他就一直是繁荣的 只是后来因为工商业社会的变迁 人口外游还有人口老化的关系 现在就是你会看到这样子的这些积蓄 所以圆泉故事屋 这个应该说圆泉社区包含协会的目标 就是要来振兴 让这边稍微有一些活力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圆泉故事屋的 那个英文圆泉storyhub 有看到hub吗 它不是house也不是home 它是hub hub是电脑的连接器的意思 它是个桥 就是希望呢 藉由这个点 然后连接在地跟外地 然后我们还有不老地人长 所以也可以连接年轻人跟老年人 除了刚刚跟您提供 他们很重视在地长辈的照顾之外 他们也很重视在地传统工艺的图形 这个东西它是300年前的小博块 那如果没有它 整个账号平均是没有办法灌盖的 因为它保隽就不会有水了 我好像记得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小博块 有放在水边让我们大家拍照 那个不是放在水边 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网路上面的照片 它其实是我们社区放在黑泥田的一个照片 哦 对 如果你要讲到原 它的本体其实不是不只是那样 那如果你们要看本体的话 就知道等下你们可以 因为你们等一下会往年先生 庙和宝宝那边走嘛 那到宝宝均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社区 我们社区外面就有放他们的本体 咱们 咱们 先从先前就是我走过来 右转大概50公尺 你就看到这个林先生庙 对 那也快速的科普一下 林先生庙为什么要经验它呢 就是因为以前水镇啊 一些银水的那个结构的工坊 都是靠这个林先生 传授给在地的人 然后把它做出来 所以不管是银水啦 还是要那个 消坡啊什么之类 它也都是靠它的这个工坊来达成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讲到这个 林天生庙呢 刚刚这个圆圆故事物店长有提到 它里面是长生路位 不是排位 那什么是长生路位 就是人还在世的时候 因为它的攻击太伟大 是为了纪念它 就立了这个长生路位 跟排位不太一样 因为永静的那个邱瑞英老师 也有长生路位 你看那边 是水利 然后这个蛮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多永静的活动里面 一直讲到八宝二镇 八宝二镇 然后第一次来到八宝二镇的源头 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远方 这个流过去的 那个就是八宝尊的源头 然后在二水这个地方 重新一镇往这边流 然后二镇往永远流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 彰化很多地区是没有河流的 所以其实 这样的一个水润 就是我们 彰化的 很重要的河流的命脉 所以它有设定一个牌子 叫做 听见河流的唱歌 因为这边其实 声音很大重 那我们第三集呢 就是用比较像 Plot的形式 然后带大家从永静的车站 然后坐到圆圈 对 然后看 其实我们的主軸是什么 我们主軸其实是要 讲一下这个八宝二镇的故事 所以带大家来 那时候我们那个第一集 其实我讲说 彰化是被票取 前三名鼓标队旅游城 可是如果你真正的 想要深度旅游的话 彰化其实有超多故事 对 那我觉得是要有一个 很好的导览 香道 让你知道这些故事 是怎么样去 去分析去了解 那好不好 那最后呢 我想要帮圆圈社区打一个广告 因为他们非常用心的在做 圆圈社区的这个回归嘛 那他们在七八月的时候 其实是有办了 很有名的黑泥田 自己的活动 那他的日期有蛮多场的 那大家可以到 我们这边的这个连结 去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怎么报名 怎么参加 那他们就会在这块黑泥田呢 会有这个拔河的体验 你可能拔一拔 算到这边就全身都是 搜索系的这个黑泥 很好玩 然后还有攀岩的体验 好不好 所以如果有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到他们圆圆社区的粉丝 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 好 那我们这一集呢 附近走走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希望 大家都有看到一些 你可能听过 但是不知道 实际上是什么样 情况的故事 好不好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频道呢 帮我们重新要 要什么 订阅按赞 然后跟开启小铃铛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